除了基本的固液气三态以外 物质其实还存在电浆以及液晶等形态 其中萤幕常使用的液晶 更是介于固态和液态之间 兼具两种性质 科学家是如何将此特性应用在显示器中 让萤幕变轻变薄呢 液晶本身 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 自然界就有的一个物质 它为什么叫液晶 因为一方面它有液体的性质 二方面它有晶体的结构 而且有流动性向液体一样 就这样才会叫做液晶 那液晶主要是在19世纪末期的时候 有两个欧洲的科学家 一位是雷门 另外一个是雷尼特 所发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 那透过这些现象呢 我们就慢慢的了解 它有一些所谓的光电效应 透过光电的话 我们事实上呢是可以去影响 液晶份子的这样的一个排列跟结构 那这个对我们显示器来讲 变成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革命性的创举 液晶呢它只要你 因为它有不同的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结构 然后呢你如果给它加电压 通电流的时候呢 它会改变它的分子结构 然后也会改变它的排列 所以在某种程度来讲呢 它这样的不同的排列呢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所谓的光酸 所以呢 从我们平常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窗棉 可以调控光线的通过 或者是不让光线给通过 液晶本身这个显示器它的结构是蛮复杂的 我们刚刚讲到液晶它自己只是一个窗棉 所以它自己不发光了 所以在我们的液晶显示器里面很重要的 就是要有一个背光源 过去呢是用荧光灯 那最近呢主要都是用LED 所以呢 有了液晶显示器这样的一个结构跟发明以后呢 这个背光就可以受到各种调控装置 包括最重要的液晶的调控 让它的光线出来或不出来 所以各位在液晶显示器上面看到的画面 即使是暗的画面 事实上呢后面的背光一直还是在工作 还是亮的 但是呢液晶本身 透过我们的光级设计 跟电路的设计呢 把光线给遮掉 所以你看的是暗的